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已经签署惩罚 其中包含多项针对中国企业的不利条款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认为法案有关限制采购中国产品 加盐对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制裁的规定 是以国家行为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恶劣例证 与美方宣扬的公平平等自由贸易南辕北辙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危害全球产业链的安全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市场化原则 摒弃政治偏见和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 摘掉有色眼镜 停止错误做法 为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 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方将密切关注法案实施过程中 对中国企业产生的影响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谢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